今日金爆帶您來看到 就在今天清晨六點多 台北市靜疫區和平東路三段移動公寓 發生了火警意外 那麼當時消防隊抵達現場 發現是一名十一歲女童跟六歲弟弟 受困在五樓的後陽台 當時還不斷在哭喊救命 雖然姐弟倆當時成功獲救了 但是就在火勢撲滅之後 兩名孩童的爸爸卻被發現沉屍在六樓 懷疑是當時為了要拯救這一對寶貝兒女 卻讓自己因此受困在屋內 哭喊救命想下樓 年僅六歲十一歲的小姐弟 受困五樓後陽台滿臉驚恐 因為一回頭門後就是無情火海 但即使害怕人挂念不見蹤影的父親 要消防叔叔快救爸爸 強烈水珠狂噴猛射火燒的如此猛烈情況危急 得趕緊救人 活是順利控制 但不幸的是小姐弟的爸爸已經葬身火海 而死者弟弟聽到消息赶回現場 痛哭倒地 不敢相信最親愛的哥哥已經離開人世 他那個安全門有打開我們怕掉下去 所以一直安撫他們 他煙太大 開門我就聽到說樓上有在那邊踹門的聲音 我就跑到樓上去 結果他就在踹 踹不開我就看到那個門縫 火已經在門縫了 北市現役和平東路三段一棟五樓頂家住宅 十號清晨六點多發生死亡火警 被救下的姐姐說當時爸爸在五樓煮早餐 不知道為什麼突然起火燃燒爸爸這才趕緊叫醒他和弟弟逃生 事後爸爸在頂家被發現已經明顯死亡 疑似是為了搶救財物 措施生機 就下來的時候兩個姐弟都在抖 因為他們受到驚嚇 所以問他們他們也回答不出來 爸爸聽說在五分埔賣衣服 然後媽媽就是長期待在國外這樣 一場大火無情燒散 幸福一家四口 清晨天才剛亮 一天正要開始 就得面臨天人永隔的心碎 留給現存的人無限想通 這裏才是請想要參報的